8點半 微微在幹嘛 跟你們一樣 刷牙洗臉 對 刷牙洗臉 刷牙洗臉 參加社團活動 繪本主角經歷的生活 跟陽明教養院的怨慎一樣 也一樣在週末的時候 要跟家人相聚 爸爸去世了 不會再回來了 你們看 爸爸在這裡 這是車子 這是救護車 不過家人總有離開的時候 面對這樣的生命議題 該怎麼對身心障礙的孩子說 或許繪本能幫得上忙 他爸爸出車後過世了 很傷心 怡和這樣的個案 其實沒有人跟他談過 他父母往生的這件事 在看到這樣子的繪本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他非常的激動 那我們也應該有責任來教導他 該怎麼應付這樣的情緒 38歲的怡和患有重度智能障礙 父母親離開人世至少10年 不會表達的悲傷 在看到繪本的那一刻 似乎得到了環節 繪本也按照認知程度的不同 分為照片和手繪的方式 讓怨生有了第一堂的生命教育課 這樣的不管是繪本也好 以後他們把它變成課程的一部分也好 漸漸的他們可以了解 所以他們生活的品質 會跟我們是一樣的 原來他們沒辦法了解的 他們會盡盡了解 這套專門為怨生設計的生命教育繪本 未來也將捐給台北市立圖書館 和各個生障福利機構 邀請怨生和他們的家屬一起討論 生死議題 帶一信用蕾亞水英豪 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